在我们有想法搞直播做up主录有声书之前 一般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们 1.用什么录像 2.用什么录音 对于录像来说 绝大部分的人都会优先使用自己的手机 客观来说 现在价格超过2000元以上的手机 都可以录制质量不错的1080p视频 好一点的华为和苹果手机 也都能支持4K视频的拍摄 效果也不比某些微单视频机差多少 但就录音来说 无论你使用什么价格的手机 效果都只能是差强人意 这和手机天上的体积大小和运算处理不足能力有关系 所以购买一个专门用于录音的麦克风 是我们搞起千万级直播 百万级up主 必须要投资的硬件设备了 就麦克风的类型来说 市场上常见的大致可以分为 动圈麦克风和电容麦克风两个类型 动圈麦克风是我们在生活中最常见的麦克风 KTV唱歌 公司单位开会 舞台演出 都会使用这种麦克风 它利用的是电磁感应原理 随着外部声音压力的变化 产生相应的感应电流 从而将声音信号转变为电讯号 所以我们会发现使用这种麦克风 一定要将嘴巴离得很近 因为声音压力的大小 决定着最终麦克风声音讯号输入的强弱 这种不够灵敏的特性 让动圈麦克风可以很好地隔绝周围的噪音 另外动圈麦克风很适合现场乐器收音和演出 因为它的不灵敏就不容易产生录音爆音 在不同的乐器同时录音时 还能避免乐器之间的串音 动圈麦克风的构造比较简单 所以它的价格就相对便宜 也结实耐用一些 但同样也因为它的不灵敏 也就不容易捕捉高频率的声音细节 使其很难输出全频率高品质的 录音式级别的声音 所以歌手们和一些专业级别的录音项目 都会使用更加灵敏的电容麦克风 电容麦克风是用一张极薄的金属振膜 作为电容的一级 另一个距离很近的金属背板 作为另一级 振膜的振动就会造成电容的变化 从而形成电信号 由于振膜非常薄 微小的声音也能使其振动 收音的灵敏度就变得非常高 不需要像使用动圈麦克风那样的近距离 也能露出高频质的声音 由于电容麦克风的高灵敏度特性 它可以收录从低频到高频的 全频段声音信号 收录的声音信息细节更多 更丰富一些 但对于大部分的普通录音场景 它的高灵敏度 又会无差别的录入周围的环境杂音 所以这种麦克风更适合一些 相对安静的固定录音场景 另外 它的构造相对复杂一些 价格也就相对更高一些 麦克风的指向模式指的是 麦克风录取声音的范围 一般常见的麦克风指向模式 分为新型模式 全局模式 双向模式和单向模式 在新型模式下 麦克风只会录制正前方的音源 这种模式对于录音环境要求比较低 可以有效的隔绝来自其他方向的声音 减少噪音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动圈麦克风 都是新型录音模式 且只支持这一种模式 而电容麦克风则有多种选择 一些电容麦克风有专门用于切换不同指向模式的按钮 除了必备的新型模式以外 全局模式 可以录制来自360度四面八方的声音 常见的使用场景为录制会议室开会 多人大合唱等 双向模式也被称为八字模式 麦克风只录制来自正前方和正后方的声音 一般我们看到的双人采访和歌曲对唱 都会使用这种指向模式 单方向模式很多都使用在枪脉之上 只会录制来自某一个特定方向的声音 这种模式被广泛的应用在影视电影的声音制作当中 既可以有效的录制演员的台词对话 又可以很好的将麦克风藏在镜头之外 随着现在各种各样音视频平台的出现 我们普通人对于麦克风的要求也不再那么的低 比如我们既想没事录录歌唱两嗓子 又想搞直播拍视频 录有声书干副业挣点外快 价格还不能高 一定要携带方便 最好还能随时插手机电脑 既插既用 实际上如果从单纯的个人录音角度来说 动圈麦克风基本符合我们大部分的要求 比如价格低 录音环境宽容度高 可以有效的隔绝大部分的背景噪音 既能录人声也能录乐器 例如目前已有66年历史 由舒尔公司出品的SM58动圈麦克风 这款麦克风是一款从超级歌星到平头百姓都在使用的麦克风 截止到现在 它的售价仍仅仅为人民币600元左右 但是受动圈麦克风不够灵敏的特性影响 我们在录音时嘴巴必须离麦克风比较近 这可能会让我们在拍视频和直播时 活动空间有所受限 另外大部分的动圈麦克风使用的是XLR卡农接口 如果你想插在手机和电脑上直接使用 就必须使用外置的音频接口声卡 撇开这种音频接口声卡500到1000元的价格不谈 无法既插既用的缺点 就让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失去了兴趣 而大部分的电容麦克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由于电容麦克风较为复杂的构造 主流的电容麦克风都需要接入48V的幻象电源 如果想发挥电容麦克风最好的音效 并达到手机电脑既插既用的目的 还是需要使用外置音频接口声卡的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好像最佳的选择就剩USB麦克风了 USB麦克风的最大好处就是简化了一切繁琐 既插既用 事实上让麦克风正常工作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麦克风收音 这是麦克风的主要功能 也是大部分麦克风唯一的功能 2.信号前置放大 麦克风本身能捕获的声音信号实际上是很微弱的 必须通过信号前置放大器 将微弱的信号转换为可识别可处理的强电信号 3.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 当信号被前置放大器转为强电信号之后 由于该信号还是一种模拟电信号 无法被电脑等硬件直接识别 所以还需要将该信号转换为电脑可识别的 零和一的二进制数字信号 一般来说 要让麦克风发挥最大的功效能够正常工作 这三步必须完成 所以我们会看到 大多数的XLR卡农接口的专业麦克风 都会配合外置的音频接口声卡使用 因为目前主流的外置声卡都内嵌了更好的信号前置放大器 和模拟信号转数字功能 而电脑本身的班载声卡都无法很好的完成这两项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买了很好的麦克风 直接插上电脑后 却反映声音小音质差的原因 而USB麦克风为什么能够计插计用 就是因为它将收音信号前置放大 模拟转数字信号这三个功能全部集成在了一起 放在了小小的麦克风机身里 目前USB麦克风也有动圈USB和电容USB之分 具体选哪种 其实还得看个人需求 就价格来说 可能是因为市场上USB电容麦克风更多更主流一些 500到1000元的价格曲间就能买到不错的产品 而好一点的USB动圈麦克风 一般都在1000块钱以上 例如很火的舒尔MV7 从功能方面来看 电容麦克风支持的指向模式更多 心形 全局 双向都可以支持 我们可以使用的场景更多一些 而动圈麦克风大多只支持心形指向一种模式 从频率响应方面来说 电容麦克风可以捕获20Hz到20000Hz全频段的声音 而动圈麦克风只能捕获40Hz到15000Hz频段的声音 这意味着电容麦克风录制出的声音相对更加轻量细节更多一些 而动圈麦克风则能提供相对浑厚低沉一些的声音 从单纯的录制声音角度来说 如果你的声音本身偏低沉偏厚 就选择电容麦克风 这样能让声音更清亮更清晰一些 如果声音本身很高亮 尖细就选择动圈麦克风 能给你的声音增加一些低音浑厚的感觉 所以就像电影《哈利波特》的经典台词所说的 很多时候麦克风也在寻找适合他的声音 麦克风的硬件参数往往能让我们普通人晕头转向 我最近在使用的是科迈STA-U1这款USB电容麦克风 先撇开它的声音品质不弹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硬件参数 录音指向性为心形指向 心形指向可以很好的过滤背景噪音 就像我平时只是一个人录录视频的单场景 这个指向性够我个人用了 频率响应范围为20Hz到2万Hz之间 这是我们人类耳朵能够听到的全频率段 也是电容麦克风能捕捉到的标准频段 全频段的好处就是可以完整录制出 人声中高频率的轻量细节区域 就录制乐器来说 尤其是针对原声吉他之类的原声乐器 可以很好的还原其高量的声音区域 最大声压极为120分贝 它的意思是麦克风能够承受的最大声压级别 简单来说我们人类平时正常交谈的音量 一般在40分贝到60分贝之间 超过90分贝以上的音量 就有可能让我们的听觉受损 而麦克风也有它们的硬件处理能力极限 正常品质的电容麦最大的声音压极为 120分贝或者130分贝 信噪比是衡量一个麦克风质量的重要指标 它的意思是输入的声音信号和麦克风自身运行 所产生的电子噪音之间的比率 这个比率一般越大越好 所谓比较好的信噪比一般在70和80分贝之间 当然这里的信噪比只是麦克风本身的一个硬件参数 录音时所产生的噪音一定是和我们的录音环境有绝大的关系 不然录音后期软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去除噪音的功能了 采样率为48000赫兹 所谓采样率就是麦克风将声音频率信号二次捕捉为数字信号的过程 我们仍然可以听得到声音频率范围20赫兹到20000赫兹之间 麦克风和声卡这些硬件设备 想要将这些声音信号采集为电脑可用的数字信号 必须经过两次采样 所以我们常见的44100赫兹就是这么来的 一般来说CD音质标准的采样率为44100赫兹 DVD音质或者用于视频的声音采样率为48000赫兹 一些高端的麦克风可以达到96000赫兹 甚至192000赫兹的超高采样率 理论上来说采样率越高 生成的声音文件信息越丰富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高采样率只能意味着所生成的文件占硬盘空间越大而已 除非我们使用更加高端的监听设备 否则你可能还真听不出来音质上有什么巨大的差异 卫生这个概念是和声音的动态范围相辅相成的 简单来说卫生值越大 可以录入的声音动态范围就越大 底造越小 声音的动态范围指的是一段声音的最大音量和最小音量的区间 比如说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动态范围大约为120分贝 比较小的声音量在0-40分贝 最大的音量为120分贝 超过120分贝 人的听力系统就会受损崩溃 常见的16卫生的动态范围为96分贝 基本满足了我们人耳可收听的舒适音量范围 这也是为什么CD品质的声音标准 还有一个16卫生的要求 而随着技术的发展 24卫生 144分贝的动态范围的录音标准 也慢慢变得常见起来 这对于我们普通人的录音场景来说 意味着我们可以录入的音量变得越来越大 底部的噪音越来越小 回到我使用的这款科迈STA-U1的声音品质 当然你现在听到的声音 就是通过这款麦克风录制出来的 我觉得它是比较典型的电容麦克风的声音 中高频比较轻量 在噪音处理方面 除了新型指向模式的作用以外 还内置了一个防喷罩 可以有效的去除一些波波之类的爆破音 另外让我当初决定购买它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炫彩RGB灯效 这个灯效可以根据录音音量实时闪动 也算给颜值上加了点分 在连接方面 它使用的是USB-C的接口 插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很方便 当然如果你的电脑没有USB-C的接口 它也提供了普通USB接口的转换头 总的来说 如果我们对录音品质要求比较高 XLR卡农接口的麦克风加外置音频接口声卡 一定是不二的选择 因为收音 信号前置放大 模拟转数字信号 这三个步骤都是独立运行的 每个设备都在干自己专业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多场景使用 既插既用 又花钱少 品质还不错的录音设备 USB麦克风一定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要求 在试图的上游戏lex 所以好 claw 一件疏 其中行关电机